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了解一下这一队的基本资料 各位请看 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离婚之后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结婚之后呢 我发现她爱喝酒 对我不太体贴 两个人经常吵吵闹闹的 几年后就离婚了 但是她离婚不离家 让我给她一次机会 看她的表现 的确那几年 她有所改变了 也有所好转 我们就与去年办理了复婚 但复婚之后呢 她老毛病又犯了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这段婚姻该怎么继续下去 再婚的爱情该如何经营 来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61岁来自山东退休 女嘉宾张女士 60岁来自山东退休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离婚又再婚 对 再婚又离婚 对 离婚又复婚 对 是这么个逻辑 是 您是哪年离的婚 我是81年 以前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与01年离婚的 01年年底的时候 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您是哪年离的一的 我是87年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03年 你们俩哪年离的婚 我们两个是 10年10月份 什么时候复的婚 与去年10月份又复婚了 这又一年过去了 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她 我发现她还比较老实 我就问她 有房子吗 她说有 前面那房子是开的商店 后边那房子呢 是个人住 我自己觉得 我是没房子住 她有房子我就放心了 03年和她登记结婚了 登记结婚以后呢 一直是跟着我在外头 另一房子住 她那时候经常干临时工 这里去那里去的 收入也很少 我一看没办法了 我就说老王 咱们还是上你们家住去吧 她说行 得时到时到 我说行啊 到那一看 我的心都凉了 为什么呀 不是和她说的房子这么大 里头只有七八个平方 那怎么前面开店后面住了 她问我了 啥都是人家的 我住了糊涂 前头是门脸 对了 后面是房子 我住了糊涂 她听到吧 你啥都开没的房子 我带糊涂住 说你别哭了 你别着急 下一步这吹签的时候 就有房子了 慢慢地 我没会过好的 我本来也想和她离婚呢 她一说好的吧 我心又软了 没办法 去去去去 没办法 我解救的过吧 过的过的过了半年以后呢 她又出幺蛾子了 躺上床上就哭 我说你哭什么 你给我一千来块钱吧 我说你怎么的呢 她说 归你朝上大学了 她又哭一闹的 又磕头 又碰头的上墙上 一个劲儿给我说 说好的 谁的孩子谁也疼对吧 孩子上大学去 她妈给她收费 就差几千块钱 当爹的 归你上学 什么来的 就是谁的孩子 后来这钱给没给 给了给了 谁给了 我媳妇给 我给媳妇要 就是虽然你嘴里说 但是你还帮她 凑了这个钱给她了 不是 我一看她碰头 一个男同志 我就给了她钱了 钱了以后呢 我就说 你不是说和你家 没有关系了吗 谁给你要的钱 她说她前妻打电话 我说你不是没有联系了吗 为什么又联系呢 我就生气了 我就给她拿以后 我说钱我给你归你拿 我不需要你和你前妻 再联系了 所以我想问你一句 您当时是在意她 给她女儿钱 还是在意她跟她前妻联系 都有孩子 有孩子你给你孩子钱 不要紧 但是我不需要你和你前妻联系 明白了 不是柯柯她给她女儿钱 对 是觉得她跟她前妻有联系 好 您再往下说 后来呢 后来以后呢 她好喝酒 有一次她喝醉了 喝的就是半叠身子 都不能故意了 就上医院了 真喝住院了 那算就是喝的 去脑穴酸有点 后来呢 好了 后来 媳妇 你再喝 离会 我们真离会了 就因为喝酒啊 没有 不是为了喝酒 她同时把她送回家来以后吧 跟我说好的 说好的以后 她说你看我行动吧 我以后不再喝了 我说你不喝行 那你从现在不喝了 我就给你个改过的机会 就这样又慢慢地 过了一门以后啊 她又出妖额子了 她呀 给她兄弟们买房子 她又去借钱 你借钱不要借 她不上她的朋友那儿借去 她辈子我 上我朋友那儿借去了 我知道以后吧 我第二天就凑够了钱 还上任言 这一万块钱 我觉得能丢人 任言都要上门来了 我说 我从来没有借过钱 让任言要上门来的时候 我就说四十多了 找了这么一个人呢 我说一点都不通信哪里的 我一看没办法 我说离婚嘛 她也说离就离 我们这样就去离婚呢 离婚以后呢 撵她走她也不走 等于你就住在她那个 六七平方米的房子里 不是 她那六七平方米的房子 拆迁了 拆迁了 对 拆迁以后嘛 拆迁了 拆迁以后 我就在我们单位 要了一间房子 她就跟着我住 我撵她走她也不走 不走怎么办 她说你看我的表现吧 求求你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年 我敢真受不了了 等于离了婚 她没离家是吧 她没离家 我也觉得丢人 本身我走这第二步的时候 家里就说过 不能走这一步 为什么 所以你们俩等于 偷偷离了婚 对 然后呢 然后这几年 看她表现挺好的 去年她退休的时候呢 就说咱灯号机器 把新房子都下来了 然后那个意思 哪儿是谁的新房 她那拆迁的房子 拆迁的房子下来了 下来了 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搬到新房子去啊 她就说 喝起来吧 求你了 我也没脸出去 害怕人也 喝没喝呀 去年喝喝的 喝了不就行了吗 喝了以后啊 那些老毛病啊 又翻了 我搬家搬得 腰不好 去不来床了 去不来床呢 我说住院呢 她也不让我住 不让我住 我就在家天上高月躺着 躺着我说你去打点水 或者干嘛的 她也不干 光去钓鱼去 不关心您 一点也不关心我 后来呢 我是给她生气啊 生气生的 我又发烧 烧得我去不来床 我就说你去打点水 她就懒得不给你打气了 她也不给你做点饭 没办法 一个幺蛾子加一个幺蛾子 除了您生病 她不照顾您还有别的吗 咱也不能老生病是吧 对啊 让她买菜去 她上楼下推着车子 拿上鱼杆鱼 鱼卷就去钓鱼去了 打电话也不接 晚上回来鱼也没钓着 菜也没买回来 就这样 我现在得说明一点 我躲着和我朋友 约好的时候 不是腰疼就是感冒 我不去吧 朋友在那说 老婆离不开 咱这个年纪呀 用好面子 我说一会儿我不跟你说了 你难受难受吧 那是真难受还是假难受 到了以后我才知道真难受 我今天来我就想和她离婚 我就又不想和她过了 我是没法过 我是不能离婚 能离婚吗你说 我这个人对她这么好 对吧 不是你怎么对她好 一句都没从您夫人嘴里听到 这不是 人呀都说翻话 她说不好的时候我才好来 知道吧 因为我不能和她离婚 因为她不拉离婚 我真同心了离婚 那我这名字全葬送了 她就无理反差 不是 真是没法过 女人 你家的大老肯定是小事做的 大事没有 那您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 不理 她腰疼 你是钓鱼 还是给她揉腰 几乎 我从现在开始 我给她揉腰 不钓了 不钓了 不是 她现在还喝酒吗 我相信 她还喝酒吗 喝酒 现在是一年喝个一两回 过节了 待会儿 是吗 那是一年喝一两回 不是 没了解 我今晚借酒借玩都行 你看 她在这顶上说得很好 在家的时候 要是干嘛了 她都好不能给你喂一下的伙食 您爱人比较喜欢喝酒是吧 对 比较喜欢交朋友 所谓的交朋友 我碰狗友 她玩呗 对 不关心你 对 不照顾你 对 我是这样 对你 她感情太好 我总是十多年了吧 前些 五六年 我就给回来海岸 这十多年了 给我离 我坚决不离 为什么不离呢 行不就是好啊 她好啊 我就看她好处 她有缺点吗 在我眼里没有缺点 你听她五年翻评 她一句实话都没有 我也不图东西 我也不图财产 我只图你这个人 只要对我好就行 因为什么呢 女人到着这个年龄啊 实在是不好走这一步 走出这一步去 再走一步 就显得 她也不是个女人做的事 我都觉得 行明白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难了啊 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先生刚才说了有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您说大事 绝对没有让她失望的地方 都是一些小事 可是你知道 能促成离婚的原因 往往都不是大事 很多的家庭 都是败给了小事上 如果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 让对方失望透顶的话 那最后这个婚离的 会比大事出现的时候 离得还要快 大姐我觉得 您就是太没有 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了 我老觉得 我这么大年纪 在离婚 让人修夸 她就是拿住了 您这个弱点 觉得您心软 发生了任何的问题 只要一哭一跪 一跟您说好话 您就心软同意了 原谅了 这就是您最大的问题 如果真的觉得 这个日子过得特别委屈 而且有底线 量清自己的底牌是什么 就按照你心里想的那个方向 去努力去做就行 对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曲总 这位大哥 他腰疼您真是不知道吗 朋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旦碰在一起 结果就是你被吃住了 你那么要名声是吧 我偏偏要家丑外扬 你那么想关起门来吵是吧 我偏偏要把窗户给敞开 对 他就是这么个人 就是这样的 对 这不就你吗 你太要名声了吗 你说你活到这年纪了 你要那名声干什么 所以我告诉大家 生活是最重要的 幸福是最重要的 周围的人说些什么 有什么关系 劫几次 离几次 并不是羞耻 你一直在寻找幸福的路上 但是我们不能被别人拿住了 而导致自己没有缘子 我告诉你有一种男人 他就是过不得好日子的 他日子过得好两天 他就敲尾巴的 他只要一旦安分下来 他就不老生 对 他就敲尾巴了 就开始敲尾巴了 所以其实 要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过 第一 不要所谓的名声 人行得正 别人怎么评价 不重要 我过我的日子 第二 如果你还想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明明知道这些男人自私自利 同时过不得什么好日子 需要天天敲打的人 那么你就要想想自己 你愿不愿意活得这么累 天天要去敲打他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也愿意这么累 那你就继续过下去 如果你想过出自己非常轻松的 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那你就可以选择了一看 所以今天的主动权在你这儿 大哥在舞台上说了几句真话 几句场面话 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你继续要你的面子 要你的名声 要被别人拿住 那你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情势不重要 生活本身更重要 一个男人对自己好不好更重要 幸福最重要 你也别昂着个头了 大家伙其实看了这么久 已经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也61了 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往后的日子 什么样的人能照顾你 什么样的人不能照顾你 但我就觉得人吧 厚道一点 说白利一点 如果你们再继续不离婚生活下去 以你们60和61岁的年纪 你们是共同的 要去面对死亡的人 那么共同面对死亡 就一定要向死而生 就是接下来的日子 每一天要过得更幸福 更坦诚 最重要 你不是年轻的男生啊 多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 在这个年头 有一个伴儿跟着你好好顾 已经不容易了 好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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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岁的人啊 得过脑梗 这还没活明白呢 我就觉得特奇怪啊 就是在这个现场 就为这么点事 你能说出这么荒唐的话来 在现实生活里 你怎么宽容一个女人呢 那个心眼比女人还小 把那心胸打开点 人家说什么都给人叫 叫个针 顶个针 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我觉得生活咱别 过得没劲了 对吧 六十多岁了 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你们俩现在就这么想 假设你们俩离了 从今天开始 不给她花你一分钱 对吧 不挣不了钱吗 你就治她吗 你的钱你花 她的钱她花 一分钱都不给她 两天不就老实了吗 饿着肚子的时候 还能去钓鱼啊 你们想要幸福 不置气 不斗气 十几年下来了 彼此了解对方 容忍是需要的 生活不就这么点事吗 还有 说白了啊 到这岁数呢 如果真过不下去 我相信你不会来 有基础 所以还是来这儿嘛 互相找个台阶 好好过日子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从喝了结婚 我没打算立入婚 我对我老婆 这是我诚意诚意的 尤其这几年 确实我做的不对 以后呢 我一个人全改 不让我钓鱼 我就不气了 不让我喝酒 我也不气了 我把公司全部交给你 行吗 你因为咱多大年纪了吧 你也说了 老来设个伴 咱就把咱最后的伴 做好 行不行啊 你看了吧 以后是事 你看我行动表现 咱那些手的 电台都在说了 再做不好 你再离婚 我绝对 也不犯罪了 行吗 老婆 我不相信你 不相信呢 你还相信谁啊 这么 这么好的 好 时间到啊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 通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吧 请开 我 filtered到最终的 闭主制 看看 如今 我送你 最终的 衣装 我突然武松 不信任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希望他们的一段新生活和日子到来的时候 他们能够摒弃前嫌 抓住自己的幸福吧 开开心心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面对自己的枕边人 OK了 愿你们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资料 各位请看 我和我老公结婚已经两年了 可能因为我们之间性格的问题 困厚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争吵 我老公是一个脾气也比较暴躁的人 他因为一些小事就经常跟我这么那个对错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这些事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对错之分了 何必要吵成这样子了 我很多事情都要求他 但是他还是觉得我 这样就有错 让人就有错 经常有矛盾 经常吵架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已经有了打包了 在对待打包的教育问题上 我们也产生了分清 本来以为困厅生活是很幸福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么多问题 我们的婚姻究竟怎么了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29岁 来自广东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李女士27岁 同样来自广东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长连多了 谈恋爱谈了多久 也算有十日了 孩子多大 一岁多一点 这就开始 因为教育问题就打架了 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就我们之间因为结婚后 也产生很多小矛盾小问题 所以我就想 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对他挺失望的 首先就我老公 他的脾气是属于比较暴躁那些 可能性格也比较倔强的 遇到事情 机场很多方面都会产生意见不合的地方 那一有意见不合他就会发脾气了 例如就今年五月份 我们就去迪拜旅游嘛 那个行程是从香港机场出发 然后我们前一天晚上就在深圳住 到了深圳我们就先吃东西 可能在吃东西的上面 出了一些小分析 然后他生气了 他就自己就走了 我也觉得很辛苦 我也觉得很辛苦 每一次都觉得 因为当时吃东西 我也是先问过他想吃什么 然后准备去到那一家了 然后他说又想吃什么 又变快了 就是这一分钟 说这样 下一分钟另外一样 我也很难跟上 明白明白明白 其实是他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 听明白了吗 他的意思是说 老公 吃火锅 不是说要吃火锅 是老公 吃火锅你看可以吗 你得说吃哪一家火锅呢 是吃羊肉锅呢 还是吃牛肉锅呢 是吃青锅呢 还是吃红锅呢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就是他 得这样啊 对啊 好累啊 听明白了吗 明白 都是这种事儿是吧 不是啊 也有一些 就例如 我觉得他也不够体贴啊 上个星期 那天晚上我就很不舒服 吃完饭大概四点多 就躺在床上了 要我要呕吐 要浮泻嘛 然后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就到厕所里吐了几次了 然后就想他上来看一下我嘛 他都没有上来又不理我 然后我就有点生气嘛 然后我也跟他说 那今天晚上我们分房睡饱 反正我也就不舒服啊 免得传染我女儿 然后我就锁门了 过了一个小时后 他大概就上来了 他看到我把门锁了 他就很生气地把门就踹开了 踹开了那个门了已经 那时候我就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他想要干嘛 就吓了我一跳嘛 他把门踹坏了 踹坏了 你踹门那里吧 因为当时我的女儿也睡觉了 然后我抱他在房间睡嘛 因为平时都是跟我们一起睡的 然后他敲他门敲了很久 他都不开门 我是觉得他是故意的 所以我就踹了一掌 女儿在哪呢 当时我先把女儿 招给我妈妈抱着 然后我再踹门 踹开了 后来谁修的门呢 还有别的事吗 不体贴 这个帽子扣得好 除了不懂我还不体贴 他也不会照顾我 他不会照顾你 我觉得他也就不够浪漫了 不够浪漫 不会花点心思在我身上 我觉得就是 比如呢 就等于我是一个比较 注重仪式感的人 那些生日或者地恋日什么的 就一般大家都会出去 庆祝吃个饭什么的 我也前提跟他说了 我生日里 要不要送我一个小礼物那种 但他就是简单地 陪我吃了个饭 也没有送什么东西 就当时之前 就我们还没确定恋爱 关系的时候 他知道我生日 他还送了我一束夸乐的礼物 我就感觉很伤心很失望了 被人冷漠了 是吧 把我取到手了 给你生了娃 你应该对我更好 结果你看我过生日 是吧 连个花都没有 是这意思吧 对 因为可能是我个人性格问题 我也是比较普世的 没有那么浪漫的心情 那你追人家的时候 怎么送花呢 所以女孩子肯定要花点心思 她现在不是女的了 现在已经结婚 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所以现在你没把那么多精力 放在她身上 现在主要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 还有工作还有家庭 听明白了 说说女儿吧 你们俩有什么教育方式 不一样吗 小片里不是说 女儿教育方式都不一样 不是才一岁多一点点吗 比如说 第一个最简单的吃饭了 她之前是用手抓来吃的 挺好 就我觉得挺难看的 其实用勺子吃 比较好一点 你随她去了 是吧 对啊 那么少的小孩 只要她吃饱了长身体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要饿着她就可以了 所以当时可以用勺子给女儿去 她不去吗 她喜欢自己用手去 我就先让她用手去吃饱了 自己吃饭了 对啊 吃得好吗 对啊 她现在就用勺子吃了 她也喜欢用勺子吃了现在 你随她去好了 没有 我觉得还是要教育她 从小培养了 好吧 因为主要是她的性格 真的很暴躁的那种 我觉得她就是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 她就控制不了 所以你觉得 对女儿的教育上要 对啊 好好地收敛她 对 因为我女儿也是 很难教的那种人 跟她说过吗 说你脾气暴躁 我不喜欢 说过吗 每次都说肯定 你为她改变了吗 你自己觉得 我个人感觉我已经改了很多 因为在她没认识她之前 我永远的底线就没这么低 比如说当时的底线这么高 现在可能就低了这么多了 但是她对你的改变 她满意吗 你告诉我 我感觉到她应该不满意 因为从一开始 她就说过我很多句 然后我就慢慢改 慢慢改 但是你都知道 性格那些问题 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改 我们结婚到现在才两年 刚刚两年 未来一直还很长 我们还有几十年 一直要过 我希望她能给我时间 给我机会 让我慢慢改过来 你自己觉得说 我性格哪一部分是需要改的 性格比较暴躁 比较冲动 暴躁和冲动 你自己有意识是吧 要我 要我 你怕她吗 平时不是很怕 她发脾气的时候就怕 我很好奇地问一句 就是你大概应该是知道 她是这种脾气的人 对吧 那你针对她这个问题 你做过什么改变吗 因为我自己本来 也不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 知道她是这种情形 很多时候我想发脾气的时候 我已经忍住自己了 我就怕会出发那个 跟她抱的地方 所以其实对你们俩来说 都挺看重这段感情 和这段婚姻的 对吧 男生也觉得自己在改变 但是男生觉得 我是在放低我的底线 对不对 对 你不满意我 女生会觉得说 我知道你脾气抱 我脾气抱 我再容忍你啊 你为什么还不能改 对不对 然后才会发现 就出现了前面说的那些 我们听起来 好像无关痛痒的小事 但在你们心里面 可能都像一个坑一样 就记在那儿了 对吧 女生会觉得说 你看这么点小事 你都不谦让我 不谦让我就算了 你还发那么大的脾气 男生会觉得说 我已经很容忍你了 对不对 对 你翻来倒去的这点破事 我容忍你为什么 还不接受我 是不是这样 是 但是两个人 又觉得这个情感 你们很在意 对 而女生就说 你看我的孩子 不能像她父亲那样 所以要约束她 这就出现了小片里说的 所谓的 在管理孩子问题上的冲突 是不是有那种无力感 想好也不知道怎么好 这段情感应该怎么调整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对于孩子拿手 吃饭这件事情 从育儿的角度来说 是锻炼孩子精细动作 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因为她从五指抓握 到四指抓握 到三指抓握 到两指抓握 这是必须要经历的 所以你不要急于求成 我发现你所有的事情 可能都有点急功心力 急于求成 就是你怕孩子会变成 可能说像父亲这样 脾气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把它矿在一个矿子里面 但往往有的时候越是这样 越会适得其反 我们刚才听到了很多的事情 一开始我想说的 你有点矫情和作 我要浪漫 我要男生猜我的心思 我要怎样 我要怎样 其实你就是为了 让他多关注我 你也应该要有所改变 男生这边我就只说一句话 当你每次想要发脾气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想想自己的女儿 你想想你的女儿 如果以后交到一个 你这样的男朋友 以后嫁给你这样的一个老公 你会不会想过去 抽死那个男人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我先跟男孩来说 谁都不可能始终控制 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但是我能够渐渐地 让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增强 想别人的时候多一点 久而久之 其实你就会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反射的时间你会拉长了 你就会控制了 所以慢慢地 你多为对方想一点 你就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同样 男孩有的时候性格 爆发的过几点 是因为你而起的 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 你觉得他会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你的性格是可以影响到他的 或者说你是可以触发 他那个爆发点的 做好自己哦 调整好自己 你们之间就不会有那种矛盾存在 你们俩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再次告诉你 孩子 你们俩的情绪 你们俩的性格 你们俩的相处方式 对孩子一定会非常深的影响 当你每次 你们都要发脾气的时候 想想孩子吧 一样可能连事情也过了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陆老师 首先我们得承认啊 性格的磨合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别说两个人之间性格的磨合很痛苦 就一个人 对于自己性格的克制和驾驭 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性 是本性 与生俱来的 格是你处事的态度和自我的控制能力 每一种性格都有它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就看你把哪一面翻出来 你要是把好的那一面翻得多一点 你的性格就用得好 你要是坏的那面更多地翻出来 那么你性格相对于别人而言 就是一种坏的性格 好的爱人往往能够激发对方性格当中 更温柔和克制的一面 但如果你反过来 你要跟他降着来的话 你会使他更加暴躁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老想着我们将来还有很多事 要一起干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就会不断地 去调整自己性格当中的 好和坏的那一面 但是永远不要妄图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改变不了 你只希望更多地能够激发他好的那一面出来 知道吗 所有期望改变对方性格的人 那都是妄想 我们只有不断地调整 我是希望改变 他的脾气会好一点 不会性格的 那你就要勇敢地激发他好的那一面 我每次都有跟他说的时候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我很疼 我也很害怕 觉得你下次就不要再这样子 每次都有跟他说 但是你每次说完这个之后 其实你的公主脾气 你还是没有改的 调整是双方向的 一方面像对方 激发对方好的一面的同时 你自己也要改啊 我不能说你下次你不要这样啊 那我还是可以这样 那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我也要改 对啊 所以说你们俩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都看见了自己的改变 却没有看见对方的改变 婚姻又是不断肯定的过程 肯定对方的过程 而不是不断地认可自己的过程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 我在这其中我付出太多 而看不到别人的付出 那最后变成了什么 那最后变成了你们婚姻当中的谈判 难道改变自己 不是应该的吗 你就会发现很多夫妻会认为 我都改变了这么多 好像你很委屈一样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你们不就是在一起过日子 而且要长足地过下去吗 所以付出本身不是一种成本 本来就是双方家庭 双方两人共同组建的家庭的 往前走的基础 所以委屈自己 付出自己 没什么好委屈的 如果还要继续走下去 就应该更多地肯定对方 激发性格当中好的一面 好吧 对对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其实在婚姻生活当中 每个人其实内心里面都有一个 所谓被万众瞩目 带一种欲望表达 在家里面 我希望被家里的每一个成员瞩目 对吧 我希望我在家里面说的每一句话 得到每一个成员积极地反馈 否则我觉得很失败 这个时候我们恰恰忘了 在这个过程里 要倾听那个成员想说的是什么 很多事情如果你要占主导的话 请你势必恭亲 好多人做事都是这样嘛 又出钱又出力 嘴上不及得 我说你我很多方面也是这样的 而且说别人是很轻松 自己做的时候确实很难 因为你要克制克己 我们的前提是 我们想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导者 每个家庭的磨合 最后磨合的是什么 磨合的是谁在家里面 起一个角色 因为总是要有人多承担一些的 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家庭这个概念 除了爱还是不够的 大概还需要一些智慧 这个智慧既有管理家庭的智慧 也有自我管理的智慧 千万不要跟女人动手 不管她对你做了什么 都不要跟她动手 因为你老这样 闺女看到以后 闺女未来找的人 一定就是那样的 她想摆脱不找 但是她恰恰找的就是那样的 那是一个模型嘛 记住哦 为了闺女不要再那个 好了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发红糖 真情六十年 老婆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还有脾气爆炒 但是自从厌死了之后 我就慢慢改过来 希望你在以后的一起 你能够继续给时间给我 给机会给我去改 因为我们才结婚两年 未来一直还很漫长 特别近半年以来 你也看到我们的改变 我们的人生情况慢慢变好了 女儿也慢慢长大 慢慢停化了 房子也买好了 希望你以后能继续 跟我一起把这个计划走上去 我考虑一下吧 我感觉对你还是挺失望的 来 请亮灯啊 一个人暴躁的性格 不是因为被自由了 他暴躁 而是因为被束缚久了 他才会暴躁 如果你真想了解你的老公 童年他到底是在一个 自由的环境里生活的 还是在一个被否定 被不断地否定的环境当中 生活的 你可以问问他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啊 对 啊 好 帅 不是 噢 啊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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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